捷克有点痞有点倔 幽默机智风度翩翩 狄伦有责任心聪明 勇敢而无畏的飞行员 距离上一次外星虫组入侵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期间人类没有一天不在备战 今天总统换届了战时换届了 唯一不变的是人类捍卫地球的决心 看似风平浪静的宇宙中 似乎正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影片开始时 人类在月球基地有条不稳地进行工作 捷克和猪队友在武器对接中遇到危险 机智勇敢的捷克 无视司令官撤离的命令 大手一挥就解决了问题 但他的下场是被司令处罚停飞战舰 这时候一直和捷克相爱相杀的最佳搭档迪伦 也抵达了月球基地 两人气氛紧张 大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架势 还趁势干了一架 而另一方面 各地开始出现异常 首先是五十一区的虫族出现异动 教授莱文森受邀去研究他们的异常行为 同时间二十年前参与战争的虫族 以及我方战士陆续从长达十年的混沌中醒来 月球出现一艘无名飞船 精神高度紧张的人类立刻下令开火 飞船瞬间被击毁 正当大家欢呼雀跃时 却发现这艘并非虫族敌舰 为了搞清一切 莱文森博士赶到月球基地 捷克无视停飞的禁令 带着莱文森教授一起来到这艘 被人类鲁莽击中的飞船内部 意外发现 里面藏着一艘蹊跷的不知名小战舰 还没来得及反应 虫族就驾驶着面积为 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母舰轰然到来 顿时乱石横飞 捷克一行人立刻操纵飞船 抓紧外星小战舰 从漫天飞舞的石头中穿梭而出 此时月球基地却已被虫族飞船炸毁 地球防御系统也遭到破坏 虫族的飞船轻而易举地进入大气层 落相地表顺势掀翻高楼撞飞大厦 先进的装备让人类毫无还手之力 无数人命丧黄泉 俨然一派末日景象 五十一区暂时安全 莱文森教授从虫族口中得知 虫族女王在寻找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让整个虫族闻风丧胆 有了它就胜券在握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虫族女王寻找的 正是捷克和莱文森带回的不知名小战舰 里面藏着一颗巨大的球状物 但由于被人类击中 他已不具备作战能力 维京之际只有自食其力 干掉虫族的女王战舰 为了这个目的 新救战士齐出动 在生死未卜的战斗前 捷克和狄伦终于握手言和 这对拍档深入敌舰深处 经历了严酷的战斗 莱文森想到一个办法 对付女王战舰 利用伪造的电波来吸引虫族女王 并干掉它 他计划很成功 虫族女王被假信号波吸引而来 上届参战的美国总统挺身而出 深入敌舰内部 引爆了炸弹 将虫族女王逼出战舰 却并未杀死她 她的女儿凯瑟临善后 击破了虫族女王的防御系统 但她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战舰 千军一发之际 捷克和狄伦及时赶到 一场苦战后 终于彻底摧毁了虫族女王 战胜了整个虫族 《独立日卷土重来》 是有20世纪 福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科幻动作片 由罗兰·艾莫里奇指导 影片讲述了发生在《独立日》20年后的故事 外星人再次大范围入侵地球 捷克·狄伦等 一批勇敢年轻的战士 为了保卫地球而战 最终成功战胜了强敌